这什么啊 毒瓶啊 好像毒瓶之类的东西 不要乱动啊 OMG 我发现这窗口是封住的 里面是墙壁来的 也是看到外面的 写下了一些在牢房 哦 这些应该就是 日记之类的吧 OK 然后现在我们就去实行房看看 这里是实行房了 很多蝙蝠 现在那个机器有可能 它们已经搬掉了 这里真的是实行房 它的机器就是一个 木架 然后它被被吊在上面那里 有一个绳子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机器 然后一拉开它的轮就这样吊着 哦 哦 这个机器没有在这边 哦 所以这四间都是实行房来的 很多蝙蝠的试图 试好 所以这两间呢是 灯丝型的房间 所以这两间呢是 那我们下去看看 我还是到了 感觉好像法院那这边 有随到那种不一样的地方 有 有 这有厕所 可不懂这一个房间呢 那一个特别大的坚律 如果我拆的话呢 我也不懂什么 各位观众 你们觉得这个地方是什么 如果有谁知道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让我知道 因为我们来到很多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 我真的是新发现 有点开心啊 今天我发现很多个 我没有发现过的东西 我希望各位观众呢 可以在下面多多留言一下 让我知道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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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去先 一号房 我还是大了 这里真的比较大间 挺香 这里可能一间两个人我猜 一间三个人 一号房三个人我猜 在他目前 因为三个床 可是他门很低耶 四六号 我要进去看一下 还有两个女性跟涂鸭在墙上 好 真的是搞不懂 在墙上 到底是什么有吗 这里有一个 这个 ok 这一楼 基本上就这样 这间牢房很特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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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还有小飞箱耶 ok ok 我就大概看一下 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诶 这间还有厕所耶 还有厕所在里面 可是床都是封起来的 后院 也是不给他们讨浴的 没那么简单 ok ok 这一楼基本上都大头小一 然后我们就上楼看一下 到了楼梯 我也是到了 二十二号 二十二号 很多涂鸭 还有两个女人在墙上 上面一条龙 可是这条龙我们已经画上去了 这样高 这间应该是 有印度人吧 也有华人 它们门的这个东西都很低 所以我过的话 我都要低一下一点头 才可以过 可是大致上都一样了吧 然后这边还有骨头 哇 一个用铁字而踢 应该是给他们讨浴用的吧 没有猜说上面还有一个空间 没有给他们讨浴的 ok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再下去看看有什么地方吧 下路先 可是你们看到电话板 也是有着铁字 ok 然后现在我们就去后面看看还有什么 给他们买了同胞祈祷的地方 给他们买了同胞祈祷的地方 这些什么地方 很特别 好像办公室 又好像警察局 我觉得应该是警察局的部分啊 这边 啊 那个马来人讲这边要小心 这边要人 上山是在这边 一大人 ok 可以 这里很像是牢房耶 看这包水里面也生了一些军类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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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错这边是扣流锁耶 哦 扣流锁啊 哦 扣流锁啊 扣流锁的喔 哦 这个部分就扣流锁的地方 然后发现地上全部都是这个 小心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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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现在我们是处置在扣流锁的部分 我跟你讲啦 其实我什么都不怕 只怕是有流浪汗罢了 现在我们这里就是扣流锁的部分 所以他们的床会比较大 然后地上还有些黑白漆之类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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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部分应该都是工作室吧 还发现强盛了这个东西 这里还有毒品啊 我之前听说Lighter的火很小的话就代表吸毒了 应该完了不能证明 然后我们猜这里是流浪岸的地方 所以我们猜这机上一包一包应该都堵出来了 细堵的工具了 然后这边就是扣留所的牢房 然后我们发现那边还有个大门 我去看看 OK 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是回归自由的地方了 对 我们就走回去吧 OK 真的很大哦 我看到没有一个路口 我还是到了 对 木工房 就给他们这些牢房的人 在那边聚东西了 这边有做木工啊 木工是给男孩子做工的地方 然后缝衣是给女的犯人在那边缝衣做工的地方 哦 哦 非常特别的 里面的装饰很像一间夹 两只很可爱的猫 哦 然后这里就是给一些牢房的人跟他们的家属见面的地方 oh my god 然后这里就是他们的电话 然后跟对面有人咕咕了 what the fuck 然后这个墙上还有一个条柜 太长了 哇真的给我们找到这个地方 很开心耶 对 给你看他们的电话 我们刚才从这边出来过后呢 然后这边还在写建筑物 我猜这边应该就是警察局吧 你看我发现很多地方都有这些打火机 都是吸毒啊 而且这边还有一个很明显是一个窗 哇 工作人员就有些事 哇 发电机 可是它的油位还有在啊 发电机了 厕所 然后我们发现这里还有一个建筑 我还是到了 上去看一下 一个塔耶 ok咯 这边就是拍下去的画面 然后我们猜测这个地方呢 应该就是 可能一个警察站在这边 然后专门抓那些逃犯呢 因为这样一看过去就看到完了 看到吗 现在看过去就看到完了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放烧饼的地方 ok 下去吧 ok 现在我们从那个废弃的监狱出来啦 然后其实呢 这个监狱已经拆到一半了 然后还是一半过不久就要拆完了 对 ok 我们探险这个废弃的监狱呢 又到此为止啦 对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那就记得订阅 赞 分享吧 还有记得按下小铃铛 如果不喜欢的话呢 那我就想办吧 ok 就这样 bye